阿Jer,這次的單位是舊樓翻身 其實它扭齡有多少年? 這個單位是25年扭齡 實用面積是435平方尺 一對退休的夫婦住 因為藍護主本身是做有關船的工作 他們想帶入船的元素進來 其實舊樓翻身通常都會改改間 這次的單位有沒有? 都有的 原生收回來的單位是一個眼鏡房 廁所一邊很小 護主要求廁所長大一點 原生兩間眼鏡房 其中一邊是客廳空間 飯廳是中間位置 原生飯廳的位置會變成衣帽間 設計師用圓壺衛生砌出衣帽間 大門側面有隱藏薄身鞋櫃 另外一邊就是電器收納櫃 為了可以用盡所有的位置 設計師事先量好電器的尺寸 預留足夠的空間 裏面就是衣物收納空間 有飾物櫃之外還有一塊全身鏡 裝修前客飯廳的採光度都不夠 比較暗 由於護主現在只需要一間房 騰出空間之後 客飯廳不僅寬闊了 更光亮了很多 剛才也說到護主想要船的元素 在這個設計裏面 其實你又如何滿足它呢 最主要顏色方面 會用了木紋的效果 另外有一些白色灰色的傢俬 主要是船身會看到的顏色 廳的傢俬會有一些弧形的設計 例如衣帽間 巴桌這邊 還有一些波浪形形調子的效果 就像海上的波浪一樣 連主人房、廁所的門身上 都加入了弧形黑紋 呼應客飯廳的線條 主人房以淺色為主 床頭再有幅特色牆 由於飯廳旁邊已經有個醫務間 主人房只是做了一個薄身的衣櫃 留出長身的空間 去增大廁所的面積 房原有的位置 就變了廁所臨浴間的部分 還加上椅子、扶手 圓鏡後面的花輪轉都用了灰色 配合全屋的主色調 廚房最主要用了地中海的元素 藍白色為主調 廚房用了維生板借著水渠 看來更漂亮之外 還有儲物空間 連飯煲都放在這裡 因為廚房比較小 所以將雪櫃、洗衣機搬近大門 洗衣機上面都有放雜物的空間 對面就是酒櫃蓮巴桌 主要是護主有些細小的酒 會製造出來 這邊會製造一個酒櫃 下面有一個吧桌形式 下面有兩個櫃桶 用來儲物 然後有些收納空間 這個吧桌的設計 是一個飾物櫃延伸出來 這個是護主要求的 最主要是有一張吧桌 可以吃早餐、喝酒 也很興奮 我喜歡吃早餐的 明天我送你 我可以吃早餐 要吃早餐 我可以吃早餐 我可以吃早餐 要吃早餐 我可以吃早餐 除了 你會吃早餐 吃早餐